所有的血清剪体 毛髮跟饲料都没有剪出 台糖梅花猪肉片 中央地方双重复验确认 证实都剪出西部特罗 但农业部扩大清查 台糖全台十个肉猪场 连毛都剃了也没发现违规 整个的饲养过程当中 所吃的饲料所处的环境 是一致的 并没有所谓的交叉污染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整个的生产回溯 我们研判是第一的事件 我是说假设 我再三强调假设 假设这个这块肉 它是受到污染 它再怎么验都是有 它不会是只有一块肉 这一块有 其他所有的周边的 通通都没有 真的是罗生门 同批同号 加上全台肉品市场检验 将近三百个样本 都说一切安全 偏偏只有台糖那盒有禁药 专家基本排除 实验是污染 如果其他件都没有的话 是有类似的东西 这个就是要去追查了 或许是不是 这一座树还有什么之类的 它用到 吃到相关的产品 或是被污染 但是要被污染的机会 应该也不大 因为这个东西 本来它是不会用的 其他的相同品项也没测到 就在这一盒里面 那这件事实 再怎么去解释 我想食药署 应该会找专家来研判 这种非常特殊 因为我们整个系统查完之后 在前端的从饲料到株汁都没有 农业部回溯部分确定零检出 后续将再由食药署召集专家 开会检验 厘清哪个环节